很多體制內的人說 哎呀我們是體制內的人啊 也沒那麼多錢啊 哎這就特別好 殺雞給猴看是嚇唬猴呢 殺豬給猴看 殺猴給猴看說猴永遠不會被殺的 是吧 現在很多很僥倖殺他不殺我 就體制內很多戰友說 哎呀文貴我們又沒錢 殺我們幹什麼也沒肉 我要給你好好談的這個問題 咱從文化大革命再次談及 最後的紅衛兵為什麼下鄉去了 因為你本身你就是要被殺的 我不是嚇唬你的 殺豬給猴看 我殺的就是你猴子 最後一定殺你 下一步大家知道體制內幹什麼嗎 體制內大換港 叫體制內的上山下鄉 全國馬上啊 今天我是第一個說出來的 全國各省已的馬上 組織部也在準備了黨校 幾乎要80%的幹部 叫不條件搬家 廣西的比如說到廣東 黑龍江的到廣東 廣東的到黑龍江 特別是公檢法 公檢法馬上都讓你換港 而且明確告訴你 你走之前把你這塊資產全登記清楚 你沒登記的 發現以後一律給你沒收還追究你責任 就那些有幾套房的 是不是 你想藏著完了 體制內的兄弟姐妹們 好好聽我跟你們聊聊啊 記住這是郭文貴第一個人告訴你 正在全面實施中 只要一公佈 體制內這9000多萬黨員 你就別得瑟了 你以為只抓趙國爺弄馬雲不弄你 錯啦 那不是親生兒子的親生闺女都辦 那親生兒子親生闺女在家裏面更有錢更有事 是你更大的威脅 他現在發現了 叫黨內體制內 國家安全委員會過去的一年多時間 如何讓黨的更安全地度過二十大 其中第一條 這就是清軍策 清化隊伍 誰先說的 2017年我告訴你 我說習近平第一個夢想就是清黨